日本时报以日本自民党计划与台湾执政党进行安全对话为标题报导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自民党计划最快这个月与民进党进行会谈 这起会谈是应日方要求所举行 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九 以及自民党国会部会会长众议员大总拓都将参加 台湾方面的与会者名单尚未确定会谈将以线上方式举行 参议员佐藤正九也在推特上转发相关报导 似乎间接证实这项消息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表示 如果有进一步确认的资讯会再向外界说明 如果这个报导是真的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第一个它代表台日双方的关系大幅往前迈进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内阁制 所以它的执政党跟台湾的执政党对话 几乎就是两边的国 两边的政府直接进行安保对话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称 这次会谈被视为两国执政党之间的2加2安全对话 报导指出由于中共与台湾紧张局势加剧 自民党今年2月在外交部会底下建立台湾专案小组 负责针对台日关系进行讨论 自民党6月份提出的建议中 呼吁政府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并为中共可能入侵台湾做好准备 新唐人亚特电视网关联 张英亭综合报导